又暖又熱的春夏天就要到來 不管是想出去玩或是單純逛逛街 太陽大到受不了 紫外線的傷害也少不了 想要擁有好肌膚就要做好防曬 因為紫外線會造成皮膚衰老 其中分成兩種光 UVB光會引起曬傷 嚴重甚至會起水泡 但待在室內或是一般玻璃 車內都可被阻擋 但另外一種UVA光不僅會曬黑曬老 而且只能用擦防曬來阻隔 這時候防曬用量就很重要 大部分的人都使用的量不夠 所以使用量夠的意思是 全臉大概至少要1CC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擦2到3次 天賦科醫師就表示 如果沒有擦足量大概1CC 也就是2公分的防曬 只擦一半防曬指數不會止掉一半 而是直線效滑到1%以下 而且出門2到3小時就一定要補擦 而防曬分為物理和化學兩種 物理防曬主要是反射紫外線 成分不刺激 適合敏感肌 但通常都會有潤色效果 化學防曬則是靠吸收紫外線 相較起來比較清爽 但成分有些含酒精等等比較刺激 出門必備抹防曬 不只要磨得好磨得巧 更需要常常擦 才能避免皮膚老化 巴拉新聞 林文 盧智行 台北採訪報導